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三 早上的11点12分 跌84点 早盘最多跌了124点 那跌124点之后 很快就回到平盘了 那现在卖压要开始出来 今天下半场还会再拉回去 下半场再回升的机会是很大的 什么原因 两个 第一个 国际股市很稳 台北股市已经连跌第四天了 台北股市已经连跌第四天了 你看已经连跌第四天了 1234 那连跌这四天的过程当中 国际股市反而 没有太多的一个下跌 我们来看昨天道琼涨162点 纳斯达克跌0.4% 费城报道体昨天跌了1.2% 费城报道体昨天跌最重的是 美光 美光跌了5% 因为美国有一个市调机构 它昨天发表了 今年第四季 第一润的报价 会跌超过5%以上 所以那个报告一出来之后 市场其实都一样 不管国内或国外都一样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让投资人很敏感的去 做出买卖的决定 所以昨天那个报告出来之后 美光跌了5% 那美光跌了5% 对于费城报道体的影响 就来得比较直接 那包含ADR的部分 台积电跌1.5% 联电跌了3.3% 日月光跌了1.1% 也都造成沸腾报道体 下跌的一个原因 可是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到 亚洲股市这几天 台北股市有四纲 可是这四天里面 南韩并没有什么跌到 南韩跌的有 可是并没有像我们跌的那么多 那日本本来就跌很多了 所以日本这四天来 反而是稳稳的上涨了 大陆股市跟香港股市 这几天也都是表现很稳定 很稳健的上涨 香港也是连续几天 稳稳的走高 所以台北股市 在这几天的行情里面 在亚洲国家股市 在全球股市里面 算是回的比较多的 既然全球股市很稳定 台北股市连跌四天 更重要一点 融资减很快 昨天融资又减了五十几亿 你知道两天下来 融资减了107亿 两天 融资减掉107亿 代表投资人很有警觉性 所以投资人很有警觉性 投资人跑得掉 那主力法人就跑不掉嘛 所以这个行情很容易 下半场再回升上来 那行情的走势一直以来 都跟我的预告一样 我上礼拜已经跟大家提醒过 这个行情就是一个区间 上面是月线 下面是半年线 现在再看这两只脚 这两只200多点的长红棒 能不能守住 如果守不住 就会来测试半年线 那第一次来 当然一定比较容易反弹嘛 对不对 可是指标缺口是扩大的 所以第一次来 像今天最低点17199 正好来守这个地方 所以等一下再来守 探第二次之后 下半场很容易是回升的 那OTC间又跌了1.35% 你知道OTC连续三天下来 已经跌了4.5%了 三天跌4.5% 如果是台北股市的话 那大概要跌个七八百点了 大概要跌个七百多点了 所以小型股 小型的电子股 这一波跌得相当的凶 那零条件在节目里面 上礼拜也提醒你啦 提防OTC的补跌 尤其是在小型电子股的部分 你看我上礼拜已经提醒你啦 这礼拜就连杀三天 所以只要避开 涨高的 管的勾票 你要赚开 那其实很多底部的GEO股 其实都表现都很稳定 表现都很抗跌 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开 这些高档的小型股 好 今天整个行情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预估量3554亿 这个量还会在下修 今天在成交量的部分 可以明显看到最特殊的是什么 电子股49% 航空股26% 航空股成交比重也在缩水 今天最明显是在金融股的部分 金融股今天占了6.7% 很少看到金融股比重 能够拉升到6%的 因为今天金融股很明显 相对是来得比较稳定 而且比较强 这里面尤其是富邦金 那原大金就大跌 因为原大金大跌原因是因为 它有承销扬明的股票 那因为你承销的过程当中 它自己有吃下一部分 那吃下一部分就 扬明的承销价是190 只有股价扬明跌到120 它认赔杀出 所以认赔杀出 对它的获利有被吃掉一些 那本来市场就是很敏感的 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 影响到你公司的获利 那股价表现上一定是会反应的 所以今天国泰金 原大金是跌5% 富邦金是大涨4% 富邦金今天已经来到79.8元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要注意什么 注意它营收的发布 还有没有继续在处分投资利益 那果然 因为目前是除权忘记 所以 很多除权配股配息 配下来之后 对富邦金的获利贡献很大 富邦金 前7个月 EPS已经高达10.1元 7个月就10.1 后面还有5个月 后面还有5个月 我们保守一点 每个月给它5毛钱就好 每个月给它5毛钱 至少有2块半 所以今年富邦金至少13块钱起跳 至少13块钱起跳 那如果像前面几个月 每个月都1块多1块多的话 搞不好15块钱也有可能 对不对 那保守估计13块钱起跳 13块钱的EPS 股价出完息之后还没有填息 只有七十几块 太凶了 所以今天 股价都大涨上来了 那国泰金也是 国泰金今天目前也是涨了2% 国泰金大概没有富邦金来那么强 因为富邦金赚的比较多 国泰金前7个月 EPS也有7.53元 那7.53元后面还有5个月 你一个月给它2块 给它5毛钱就好 那今年至少有10块钱起跳 所以国泰金也好便宜 国泰金今年每股获利至少10元 富邦金至少13块钱 本来比如说才5倍而已 所以看最近大盘跌 整个金融股 金融基股票 不但不跌还逆势上涨 反正是最稳定的力量 那今天润泰权 也不错 润泰权今天涨了3块半 润泰权这两天 发布半年报的时候 如果跟我计算的一样的话 那应该半年报每股获利 应该会高达18块钱 所以那个数据如果一发布出来 那行情又会冲了 可是你等到数据发布 再去买 都太慢了 很多东西我都事前就跟你预告了 很多东西我是事前先算给你看了 我在算财报还蛮准的啦 我在算财报还蛮准的 希望对大家的操作 跟分析判断有比较直接的帮助 好 结果杭股 还是持续走落 所以我跟大家讲长龙150上不去 你要小心 连续两个礼拜150都一直上不了 那外资持续在卖 这指标又跨死亡交叉了 所以不要急 担拉 你如果真的要求那想买 你它的一个获利数字出来 坦白说是蛮吸引人的 不管是半年报或者营收 都很吸引人 问题是外资一直在卖嘛 三大法人 从7月16号到昨天 三大法人卖了超过15万张啊 所以三大法人故意在压低 那既然你知道这个现象 就等它低一点再说嘛 是不是 不要去追高 航空股的部分也是一样 华航昨天跌5% 今天又继续跌 所以说光是货运的调涨 人员运输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航空股要赚钱还不容易 所以不要因为一个消息 然后就去追高 你看涨一天跌两天 长龙行也是啊 起一天落两天 你买就去都打到了 就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 小型的电子股卖压还是很重 OTC目前跌了1.5% 都看个股的表现啊 低档的个股压低 正好是下去买的时候 所以跌不是坏事 跌反而让你有机会减皮疑惑 好 今天联发科跌了10块钱 因为联发科 7月的营收 比6月份掉了15% 7月营收比6月掉15% 有几种说法 公司的说法是 因为金元代工 产能影响到公司的出货 所以7月营收是下滑的 可是还是比去年成长了51% 可是公司认为 公司的说法 8月9月营收还会再回升 那法内的说法是 因为7月营收 7月出货冲太高了 7月出货冲太高 所以抵押到6月出货冲太高 所以影响到7月份的营收 稍微掉下来 可是整体的获利来说 其实还是没有变的 那公司的说法 第三季的业绩会比第二季 大概成长5% 所以第二季EPS大概也有16块钱 所以第三季应该 大概会在17到18块钱 那17到18 那并不影响今年的获利 联发科今年美股获利 还是有挑战70块钱的实力 这拨拨不得多了 跌也跌不多 因为连续三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也没有反应出来 利多没有反应 然后利空自然而然影响也有限 所以联发科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今年获利好 股价没有表现的机会 那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指数如果没有空间 台积电跟联发科要动 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种是两大全资股 你要让它动 指数一定要有空间才行 指数没空间 它就动不了 这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 好 今天 面板驱动IC 蹲态 今天跌了4% 联勇也跌了4% 联勇跌1.5% 八口银 然后细创 昨天涨4% 今天蹲了下来 蹲态下来可以注意了 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 指标在高档 不要一追 等它下来 阿衰 可以注意了 面板驱动IC 这是今年爆发力十足的个股 今天联勇 你看大盘一直跌 这净温的勾票 这个随时都会再上去 当然在除息前 最近法人参与除息的意愿都不强 所以在除息前的股票 反而比较不容易涨 可是除息后 要涨就会比较快 今天台积电跌5块钱 因为很多人看到台积电 7月的营收是掉下来的 他认为说台积电是不是 业绩为什么会衰退 其实台积电7月营收掉是正常的 你去看历年台积电的营收 6月高7月低 8月9月会再高 所以你做那么多的解读都没有用 你要本来每年固定都是那样子 每年固定都是那个样子 并不影响台积电的业绩 你看昨天美光跌了5% 今天就反映在记忆体股身上了 南亚科跌4% 华邦店跌4% 望宏也跌了3% 记忆体股今天相对就 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对不对 威刚今天跌了6% 那跌6%好啊 所以之前威刚高的时候 我跟你讲 不好堆不好堆 那接下来接近半年线 就可以有机会减了 就可以有机会减了 那群联昨天除息完 今天又受到记忆体的价格的下跌 可是要记得 价格以美国市场的 市调机构的预估 价格松动的重点是在 低润的部分 不是在flash flash反而相对是比较稳的 所以群联到时候 整个盘在回升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比较近 弹上来速度也会来得比较快 昨天是除息啊 你看创建今天大跌8% 所以当时在高的时候 我跟你讲了 起关不要去堆 你看这跌下来是不是很快 跌得很深啊 所以高的股票不要去碰 找底部的股票趁压回买 这样做就对了 这样做就对了 目前指数跌了120点 卖压还是很重 可是投资人太有警觉性了 所以这个行情 反攻的机会也会很快 下半场可以特别注意 那面板股连续三天 大盘连杀三天 都很稳 都很稳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礼拜群创就是在 在看这个缺口会不会补 如果这个缺口不补的话 那么到时候群创反攻起来 那个力道会很强哦 要特别注意 今天群创有达彩晶 表现都还蛮不错的 你看细创就跌很重 我跟大家讲过 高不要去碰 表现都很快 小型的电子股 上礼拜已经提醒你们了 那原项今天大跌了9% 原项也是一样 6月的营收 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6月营收就开始掉了 那7月营收 也没有创新高 比6月增加3%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前两天 任天堂发布 游戏机销售的速度减缓 没有像去年来得那么强 这个对于原项影响就很大 因为原项的订单来说 任天堂占相当重要的一个比重 所以任天堂游戏机的销售下滑 就会影响到原项的获利 首先原项跌得也蛮多的 你看底部的谈谈话就下跌就不多 对不对 就相对抗跌 我觉得国桥也可以注意 国桥也可以注意 你知道国桥半年报每股获利 已经3.95元了 第一季两块钱 半年报3.95元 资股票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接下来8月18日要除息 没做一个人 那也是他的致命商 公司比较不喜欢配股息给股东 所以在除权忘记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 因为没有股息 没有股息的时候 长期投资者比较会不喜欢投入 可是如果说以股价的一个 获利性比较的话 上半年赚3.95元 股价才31块 30.3元 就稍微了 这种股票到时候涨起来 也会很快 所以这种高获利 股价很低的个股 你都可以逢低特别注意 都像你缺小架的 既然敦泰是跌停板 敦泰营收掉的蛮多的 敦泰营收掉的蛮多的 从6月就掉21% 7月掉52% 股价是很现实的啦 你不管人为因素怎么炒作 最终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那你就算有基本面 可是炒太高 那个回挡起来也会很快 你看MOSFIT就是啊 涨很高 我提醒你 不要去堆啊 你看一掉下来 就是5%5%在跌 所以养成买低不追高 这绝对是好习惯 同志也跌蛮多的 这是神盾也跌很多 神盾去年业绩已经大幅下滑 那今年业绩衰退更严重 第一季就已经剩下0.09元 去年第四季衰退两平 你看今年每个月营收 衰退幅度那么大 4月还有3.4亿 3月3.7亿 7月剩下1.2亿而已 所以航性掉起来就很快 所以有时候 不要只是单纯在看股价涨跌 你要多去了解 公司的营运状况 那对于股价的影响 才是长远的 那心向表现的相对比较稳 早盘还一度涨了十几块钱 涨了13块钱 因为大盘太弱了 难免会有一些卖压 影响不大了 这个随时都还是会上去的 对 聚机 逸光 逸光现在大跌8% 还是起太高的股票 对 涨太高的股票 LED本来获利就不是那么的顶尖 那你股价炒太高 到时候反扑回跌 速度就很快 好 华硕 刚才找盘的时候还涨了4块钱 那目前是在平盘 下午的法硕会可以特别注意 我昨天特别把法硕的 历年的营收的规律性 跟大家分享 目前OTC跌了1.6% 下半场应该 都会有跌深的强力反弹 因为连跌三天也跌太快了 整个国际股市 并没有像台北股市 卖压那么重 台北股市的卖压重 跟投资人杀出来有关系 因为融资减太快了 投资人越有警觉性 这个行情其实会越安全 会越安定 可是高档股票的补跌 财报就如同照妖镜一般 照妖镜一照 你是妖怪你就要现行了 对不对 那你是好人相同的 该涨你就补涨回去 所以你要减便宜货的 这两天赚大钱股价跌深的 你可以逢低买 然后都会摊上来 那换加入的行列 我来找些底部的股票 提供给你 我们一起来减便宜货 很多都有机会大涨 我们的护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